2023年由丹茲尔华盛顿主演的《深月人》第三部上映 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部 毕竟丹茲尔马上就70多岁了 多多少少有点折腾不动了 该系列改编自1985年的同名美剧 从2021年开始也有一部同名美剧上映 到目前为止一共拍摄了三季 剧情雷同 不顾主人公换成了一个黑人大妈 我没看过 豆瓣上的评论负面居多 所以也搁不起我什么兴趣了 由丹茲尔主演的这个系列电影 主人公名叫Michael 是一名已经退役的黑色行动突击队队员 因为常年经营在充满暴力和危险的生活中 内心早已经疲惫不堪 妻子离开后 他动用各种手段 成功地脱离了组织 然后过起了隐退的生活 黑色行动突击队基本上干的都是脏活 那些政府不能够光明正大去做的 都是通过外包公司派给这些人去完成 比如电影赶死队里面 很多活就是经过他们的手完成的 不过Michael属于政府的一个下属组织 从这点上看 Michael倒是和《谍影冲冲》里面的杰森伯恩有一点类似 因为之前的职业就是隐藏在黑暗之中 所以Michael在家死之后过得也是如意夺水 电影将Michael塑造成了一个优雅得体的绅士 一拼一笑和蔼可亲 一举一动优雅谦和 三部电影里面都在不停地重复他喝茶的细节 自带茶包、勺子和纸巾 每次折叠都做得一丝不高 第一部的主要剧情 是解救一个被俄罗斯黑帮控制的除季以太利 两人是在咖啡馆里认识的 平时只是闲聊几句 没有过多的交往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Michael虽然厌恶了之前的生活 渴望平静 但并不能真正地安静下来 所以夜晚总是无法安静地入睡 跑到人来人往的咖啡馆 他的内心是孤独的 通过行人的脚步温暖自己 通过妻子留下的书单安抚自己 而且他渴望朋友和交流 所以每一部里面都会出现朋友的角色 比如帮小胖子保安解决黑警的问题 想用钱大事化小 小事化两 让俄国黑帮通融一次 在遭到俄国黑帮的拒绝之后 Michael纠结了许久 主要原因是他敏锐地觉察到 俄国黑帮的背景绝对不简单 我认为这里有所谓的主持公道的大厦情节 但更多的或许还是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朋友情分在作祟 毕竟Michael之前毫不犹豫地解决了几起案子 比如书店女儿的绑架案 小胖子保安家的黑警问题 以及女收音员的戒指等等 说到底 Michael还是想维持自己的生活环境 不愿意让任何人破坏这种和谐的气氛 所以 他绝不是篇幅侠那样的大人物 以所有的黑暗势力为敌 Michael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小圈子 不受干扰 这恐怕才是他最纠结的地方 最后 Michael去找了老朋友 也是前同事苏三 得到了中情局的默许 将这个俄国黑帮连根拔起 这种情节在第二部里面也有类似的体现 比如挽救世俗少年邻居米尔斯 以及经常坐他车子的老人 但第二部的主线是为朋友苏三复仇 这是三部曲系列中Michael唯一没有犹豫和纠结的一部 他恢复了职业素养 变得异常果敢老练 这种情感甚至带进了第三部续集里面 在开始的情节中 Michael在处理毒品走私犯时 甚至动用了折磨和虐杀 这在前两部里面是没有的 因为每次动手之前 他都会掐算苗表 追求的是杀人的效率 务必做到一击必命 但这一次他只是记录了开始时间 却没有计算花费时间 等Michael好整以下地走出来 却遭到一个孩子的黑枪 这从根本上打破了Michael心中的正义性 他甚至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 这种情节 在拆弹专家等电影里面都有表述 面对持枪的孩子 在冠冕堂皇的理由 都会变得苍白而无力 我总觉得 电影在开头五分钟之后 从这里结束是最好的 之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演绎 都没有这一枪给观众带来的反思多 之后Michael被当地的一名警察发现 然后被一名医生治好了枪伤 暂时在这个海滨小镇上住了下来 开始拄着拐杖 在小镇上走来走去 试图融入这里的生活 但从他有意躲避摄像头的行为来看 恐怕他很难彻底的安宁下来 一如从前 Michael点了一壶茶 但服务员却给了他一杯咖啡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无奈 到了哪里都要入乡随俗 随着身体日渐康复 Michael慢慢地被当地的居民所接受 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Michael也很享受这里的气氛 似乎准备在此度过余生 但当地却存在一个黑帮团伙 以夸兰塔兄弟为首 他们打算将当地的居民通通赶走 把这座小镇变成一座商业区 从而更好的走私毒品 黑帮的二号人物马可 在向一家海鲜店老板避债的时候 Michael通过直言片语猜到了一些什么 于是打了一通电话 通知CIA探员艾玛 提示有人在西西里做毒品交易 这里顺便提议一下 扮演艾玛的是美国著名演员 达克塔范宁 2004年的时候 丹泽尔就和达克塔合作过一部电影 怒火救援 当年年仅10岁的小Loli 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 CIA探员根据Michael提供的线索 虽然找到了数百万现金和毒品 但接下来的调查却碰到了阻挠 一时间找不到头绪 与此同时 款拦他兄弟的行为却愈发嚣张 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甚至对当地的警察进行殴打 威胁他们的家人 这个时候的Michael应该是想筋喷洗手了 可惜各国政府和CIA实在是不给力 求人不如求己 Michael只能自己动手了 当马可在餐厅 大中广众之下威胁警察的时候 Michael最终下定了决心 将马可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走出餐馆后 杀神再次附体 结束了马可启人的性命 之后黑帮大头目 文森·垮拉塔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一边威胁警察局长找出凶手 还在整个小镇居民的面前要处决警察 威胁真凶现身 Michael果然挺身而出 他扔掉手里的武器准备束手就擒 但是当文森举起手枪时 居民开始举枪反抗 还纷纷掏出手机 打算来一个现场直播 黑帮敢放火 敢逼债杀人 敢走私毒品 不过却有一点晕镜头 所以只能草草地收场 开车走人 临走的时候 还放下了豪言壮语 对于这个情节 我只能说 黑帮是晕镜头 但是他不晕话筒 电影结尾 伴随着盛大的宗教游行活动 Michael单枪匹马地 闯进黑帮的老巢 将值班放上的小喽啰们 一一解决 然后将黑帮头目 文森打晕绑了起来 在第一步里 Michael解决 俄国黑帮大佬的时候 用的是电型 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但这次他却改变了作案手法 给文森喂下了大量的毒品 然后一路尾随 看着他光着双脚 在小镇的街道上游荡 然后慢慢地死去 再加上宗教仪式作为大背景 充斥着惩罚和审判的味道 随着烟火升起 文森这个反面角色 暴失街头 而Michael却拿起一个苹果 潇洒地离开了 第三部电影 整体的色调是冷峻的 气氛也非常的压抑 有一种轻描淡写 却难以释怀的机遇 似乎在感怀主人公 到了迟暮之年 不得不退休地烦躁 其实这种情调 始终惯常着整个系列 躁动 不安 迷茫 还有矛盾 即使到了第三部 Michael虽然说自己喜欢这个地方 想融入这里 但他自始至终 都和这座小镇 是隔离起来的 Michael应该知道这一点 否则也不会用审判式的手段 了结这里的恩怨 总体而言 深渊人第三部 并没有摆脱之前的模式和主题 目前的评分都处于中上水平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最后麻烦您订阅关注一下 我是小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那么 again 今天 z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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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